買相機這麼多品牌該如何挑選呢 大家好我是傑森 歡迎來到新手攝影的50道南梯 攝影路門呢 不少人會卡在買相機的環節 而相機品牌這麼多 我們該如何挑選呢 你可能曾經聽過不少攝影前輩說 你控適合拍風景 Canon適合拍人像等等的 那是因為在早期的單反時代呢 因為你控成相比較銳利 相較比較飽和 而Canon則偏軟偏軟色調 因此不少人會覺得 你控適合拍風景 Canon適合拍人像 衍生到後期呢你就會發現不少的風景攝影師都是以 零控為主 而人像外拍圈則以Canon為主 但其實學攝影道的後期大多會以RODON進行拍照 因此不同長牌間的相機 都能挑出相似的照片色調 所以在相機品牌的 色調名詞上就不那麼重要了 當然如果你習慣以JBG直出的朋友 那就領當別論了 至於JBG、RODON有什麼差異 而拍照我們該用哪種格式 有興趣的朋友在留言區底下留言 我們之後再拍一部影片跟大家好好分享 那就問傑森啊 所以買相機 我們到底該如何選擇呢 傑森覺得可以挑選自己喜歡的廠牌造型 甚至於最簡單的方式就是以身邊的朋友主流廠牌為主 一來呢 方便我們互相交流學習 因為不同廠牌相機間的設定 名稱都不太一樣 二來呢朋友之間可以互相交換鏡頭 推坑 甚至在珠介鏡頭上面也容易找到對應的機種型號 再依照自己的預算 挑選出中高低階相機 基本上呢就可以篩選出一至兩款相機 那以上呢就是這一集 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題 如果喜歡這樣的內容 別忘了按讚分享 在留言區底下留言 都是我們持續分享的動力 我是傑森 我們下次見拜拜 拜拜 拜拜 中文字幕 李宗盛